大周看电影 话说在神秘的东方古国 有一个历经千年的杀手组织 这个组织专门收养了孤儿 在通过残酷的训练 将这帮孩子培养成武功高强的忍者 组织同路奥祖奴会时不时的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控制言行 以便让他们逐渐丧失主观意识 变成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这么多年以来 这些忍者杀手就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令人闻风丧胆 几乎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实面目 反正见过的都已经成了死人 在日本大阪 一名黑帮老大正在坐着纹身 就在这时手下突然送来一封信件 老大当即让其将信件打开 奇怪的是信封里竟然只是一堆黑色的沙子 众人都以为是恶作剧 哄笑不止 只有这个年老的纹身师变得惊苦万分 他联盟向众人道出自己多年前遭遇忍者的恐怖经历 让人惊奇的是 这老头生理异于常人 他的心脏竟然在胸部的右侧 当初忍者将其左胸刺穿 以为他必死无疑 所以没有补刀 正是这点才让老头侥幸捡回一条命 但此刻的黑帮老大显然对此不以为意 在场的众小弟也都肆意地发出阵阵嘲笑 可就在此时 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个手下的头部突然被力气削掉了一半 见到如此恐怖的场景 在场女生都吓得嗷嗷乱叫 紧接着房间里的灯被一盏盏地灭掉 随着黑暗的降临恐怖的气氛逐渐蔓延 紧张的空气让人窒息 屋中众人不约而通地掏出了家伙 这个家伙指的是枪 并非是被吓得尿了裤子 而同时潜入屋中的杀手也开始了他的表演 这两方人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杀手神出鬼没 利用黑暗的掩护尽情收割着众人的性命 这些人临死都没看到对方长得什么样子 终于这门杀手缓缓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只见他手洗刀落 纹身老头也命丧当场 几天之后 案件传到了位于柏林的欧洲刑警组织总部 女探员Mika对忍者事件相当关注 她一直试图揭开忍者的神秘面杀 经过大量的分析调查 Mika发现 忍者很可能已经参与并暗杀了多名各国政养 但是Mika的上司Lion 却并不认同忍者的存在 另一边 满头长发的阿仁走进了一间洗衣店 旁边有个女人请阿仁帮忙折一下被单 而阿仁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杀手的身份 见身份被识破 女杀手直接取出短刀 砍向阿仁 阿仁也晃动身形 展开反击 双方实力悬殊 等洗衣店老板从里屋走出来查看 女杀手已然被装进了滚头洗衣机 而阿仁已经飘然离去 那么这个身手如此了得的阿仁 到底什么来到 原来阿仁曾经是小山忍者家族训练出来的人者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被家族首脑奥祖荣收养 与其他的孩子一样 阿仁在这里接受着异常残酷的训练 在这里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私人感情 每天所有的孩子都要在相互残杀当中增长难耐 在这种环境中 唯一能带给阿仁一丝温暖的 是一个名叫阿湘的女孩 阿湘同样是小山家族培养的杀人机器 但阿湘在这个环境中并没有丧失善良的本性 阿湘一直渴望自由 他不甘沦为别人手中的杀人工具 而且他总是偷偷的照顾阿仁 两人在相互的接触中也暗生情愫 阿仁虽然喜欢阿湘 但他却始终不敢违背奥祖奴定下的规矩 在一次搏杀训练中 阿湘因为不忍心伤害对手 结果被奥祖奴残忍的划伤了脸颊 阿仁虽痛在心里 却也不敢站出来维护 只能偷偷的给阿湘喂一些清水 终于在一个雨夜 阿湘决心逃离训练基地 他本想让阿仁随自己一起逃离 但关键时刻阿仁畏缩了 他从未想过离开这里 尤其是以这种逃跑的方式 而阿湘则意志坚定 不顾一切地翻出围栏 实施了他的逃跑计划 然而他并没有逃多远 就被组织抓了回来 当然对于这种行为 等待他的僵尸最严厉的惩罚 阿仁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阿湘 被残忍的一刀杀害 多年以后 阿仁终于成为了组织中 最优秀的人者杀手 在一次执行暗杀任务中 面对强大的对手 阿仁丝毫没有畏惧 他用手中这把折刀 接连捅向目标 没想到对手异常的皮实 阿仁因此险些丧命 最后终于成功完成任务 当他满身是血 回去向奥祖奴赴命时 奥祖奴却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 原来组织里又有人逃跑 被抓了回来 这次逃跑的还是个女孩 而为了惩罚叛徒 奥祖奴让阿仁亲自动手 这一幕立即让阿仁 联想到了当年惨死的阿湘 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冷血的奥祖奴 这个毫无人性的组织 阿仁挥动手中的链子刀 突然发动攻击 飞刀划伤了奥祖奴的脸 并刺瞎了他的一只眼睛 奥祖奴痛得立即大喊的 吩咐手下杀了阿仁 他一声令下 所有杀手对阿仁展开了攻击 阿仁丝毫不拒 他挥动了手中的利刃 疯狂反击 一番惊心动魄的搏斗之后 中阴寡不敌众 阿仁身受重伤 从楼顶摔落 掉进了水中 因此保住一条命 从此以后 阿仁就成了小山家族的叛徒 被忍者追杀的首要目标 而洗衣店的女杀手 正是奥祖奴派来的 按说对付顶尖杀手 不应该指派一个人来执行任务 况且还是这么一个菜菜的女杀手 而另一边 探员米卡的调查仍在继续 他从一个遇害者留下的铁盒之中 找到了大量关于杀手忍者的资料 而且令他惊喜的是 竟然从其中一本录像带中 而自从米卡调查忍者刺客开始 他的一举一动 全处在监控之中 而他的上司Lion 似乎也意识到某种神秘的势力 已经渗透到了很多国家的高层 所以他让米卡赶紧离开这里 去避避风头 就在米卡打算回去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的时候 在行李箱上 他发现了一封装着黑纱的信件 兴之不妙的米卡刚一愣神 一把明晃晃的短刀 便从背后向他袭来 好在暗中藏在此处的阿仁 及时触手相助 米卡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两个黑衣人 此刻就在黑夜之中展开搏杀 凭借着出色的身手 阿仁很快将对手击杀 然而阿仁并没有立即现身 他先是告诉米卡 可以保护他的安全 但是前提是 必须得到米卡的信任 在得到米卡的肯定之后 阿仁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阿仁还没聊两句 阿仁就感觉到有更多的杀手前来 于是阿仁迅速离开了这里 最初米卡对阿仁感到畏惧 但当阿仁毫无保留的 将以往的经历告诉他之后 米卡彻底放下了对阿仁的戒心 为了替阿湘报仇 阿仁发誓要铲除 这个惨无人道的邪恶组织 并将他的首脑奥祖奴斩于刀下 之后米卡联系了莱恩 他希望能借助国际刑警的力量 将这个邪恶的刺客组织 一网打尽 但莱恩却暗中带来了一群特警 将阿仁抓住 阿仁被搭到了一座 由特警把守的偏僻长座 为此事 米卡和莱恩当众吵了起来 米卡认为是莱恩出卖了自己和阿仁 但莱恩却说 自己也只是奉命行事 原来警察内部 已经被奥祖隆的势力渗入 莱恩偷偷地交给米卡一个追踪器 并说一旦出现危险 可以将它打开 无论身在何处 他都可以通过这个找到它 就在这时 监狱的灯突然全部熄灭 米卡知道危险已然到来 他快步向失去自忧的阿仁跑去 只见一群忍者突然从天而降 肆意对这帮特警展开血腥的屠杀 虽然警察全副武装 并且有所准备 怎奈这些忍者神出鬼没 来无踪去无影 搞得这些警察根本看不见目标 同时 由于对所处的危险 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很多人都在刹那之间 被一招夺命 这是一场双方力量悬殊 严重不对等的战斗 警客之间 警察就被杀得所胜无几 而对方依旧神龙剑手不见尾 毫无踪迹 趁着混乱 米卡解开了阿仁身上的铁链 摆脱束缚的阿仁 随即和这些忍者展开了搏杀 作为曾经最强的忍者杀手 阿仁几个照面 便将其中一个解决掉 但随后赶来的忍者却越来越多 为了掩护米卡逃走 阿仁凭借一己之力 和重杀手就打在了一起 曾经的师兄弟如今见面 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尽管阿仁拼尽了权力 终究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而身受重伤 重杀手对逃到街头的阿仁穷追不舍 而阿仁则边跑边躲避来往的车辆 还得时不时回身和追上来的杀手搏动 最后在倒地即将被杀的紧要关头 米卡及时开车出现 将杀手撞飞 救下阿仁 阿仁随后驾车逃出了重忍者杀手的包围 米卡见阿仁伤势严重 要带他上医院 而阿仁则坚持反对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旅馆 此时的阿仁已经受伤严重 昏迷不醒 米卡知道仁者一定会寻击追杀到此 与其这样坐以待毙 那还不如主动出击 于是他将Lion给他的定位器 放到了阿仁的身上 然后自己躲在外面偷偷地观察 果不其然 仁者杀手们顺利找到了阿仁 并将他带回了仁者基地 接受处罚 看到这个曾经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孩子 首领奥祖奴真是怒火中烧 愤恨不已 这小子不但公然违反命令 与组织对抗 还胆大包天划伤了自己的脸 害得自己成了独眼龙 所以为了家族的荣誉 和那些死去的战士 今天必须将阿仁处死 就在即将动手之际 国际刑警根据阿仁身上的定位器 成功找到这里 他们用重型火力 对仁者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时不时还有特警 往漆黑的夜空发射燃烧弹 煞时间整个基地亮如白昼 由于事发突然 很多仁者都来不及逃跑 纷纷被全副武装的特警当了把子 说到这里多说一句 很多人认为 仁者执行任务的时候 穿的是黑色的装束 其实不然 因为全身黑色 轮廓反而会更显突出 因此衣服的颜色是深蓝 而不是纯黑 如果是月明星期的夜晚 便换成灰色或是茶色的装束 其中上衣里头有许多口袋 放一些不能淋湿的火药 缝衣针 救急药等等 而腰带里头则放一些日用杂物 手套与绑腿里面 通常会藏着一些暗器 反复来再看现场 由于整个基地亮如白昼 仁者们无法有效地依靠黑夜 隐藏身形 就死伤打扮 解脱之后的阿仁提双刀 就闯进了屋中 很快 他见到了杀害阿湘的凶手 金城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愤怒的阿仁 朝着四个围上来的杀手 就冲了上去 一威四 阿仁毫不畏惧 很快 这四个记不如人的杀手 一一死在了阿仁的刀下 之后 金城与阿仁展开了生死对决 严格来讲 金城比阿仁来得早 是阿仁的师兄 阿仁自小都在一起练功切� 只不过阿仁显得更加聪慧 有天赋 金城打不过阿仁 于是暗中怀恨在心 并暗自较量 当初能亲手处决阿湘 就让金城隔夜了好一阵子 如今面对昔日的对手 金城又提起了这段令 阿仁伤心的往事 一下子挑起了阿仁的怒火 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 阿仁的战斗值飞速飙升 结果可想而知 阿仁先是用刀废了金城的手臂 然后一刀将他毙命 最终阿仁也找到了组织头目 奥祖奴 屋外这帮特警就跟事先商人好一样 都守着外面 没一个人进来打扰 也许都在疲于应付外面的杀手 而无暇顾及屋呢 此时屋内的两人 也展开了最后的对决 阿仁首先扔出了手中的链子飞刀 没想到奥祖奴又比一挥 便将链子斩断 原来他用的是削铁如泥的宝刃 日本的武士刀 在世界上能排三大名刀之一 并非浪得虚名 不服还真不行 这个奥祖奴不但保刀在手 还擅长引述 一旦身形引入黑暗之中 就不见了 而后 时不时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又从你身后黑暗的地方 冷不丁的窜出来 你说吓人吗 所以几个回合下来 阿仁就身中树刀受了重伤 很明显 当初有些技能奥祖奴没有悉数传授 为的就是在紧急时刻 防止他们背叛 留的后手 今天果然派上了用场 就在奥祖奴要杀阿仁的关键时刻 Mika持枪冲出 并朝奥祖奴开了两枪 没想到竟然没有将其打死 而自己反倒被其一刀刺中胸口 看着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Mika 阿仁的小宇宙又再一次的爆发 只见他犹如被战神负了体 来来回回几趟 便将奥祖奴刺伤倒地 最后这一刀替死去的阿湘报了仇 同时也将延续了千百年的小山家族 就此终结 幸运的是 Mika因为心脏异于常人 而有惊无险 原来他的心脏也长到了身体右侧 阿仁看着这个曾经成长的地方 如今破败的只剩断壁残垣 满目疮痍 内心涌起不少的伤感 这里留给自己的不仅是伤痛 还有那一点点萌芽的爱情 爬上墙头的阿仁眺望着远方 远处风鸾叠仗的山峰连绵不绝 呼吸着墙外新鲜自由的空气 阿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 电影《忍者刺客》 是一剂肾上腺素飙升的催化剂 电影将东方忍者 功夫与西方特工 现代枪械和电影特技拼凑起来 全篇动作设计 炫目且流畅 对忍者充满好奇的朋友 可以找来看看 好了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请点赞给个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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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